大家好 维莱 大家好 嘿嘿嘿 脸呢 大家好 我们现在出来溜瓣啊 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嗓音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啊 现在过去看看 前面里面坐了好像三四个人吧 应该是喝大了 现在是基辅时间海上的十点四十啊 听这个嗓音了没有 就是这个老太太 应该是她 没错就是她 我们说是男人 然后还有一个男人 然后一个女人 Раиса Николаевна 是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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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全部都比较好 人们都比较好 有这个好感想 您购买的 我看到您的 女们都比较深 我的天 我都比较好 我看到您很多人 我会来生的 我会来做什么 我会发生的 怎么回事 就來自家裡 我祖母 Account 我的母娘和約會 太老婆 她的姑娘 我來 那我來她和約會 她和約會 很好 她和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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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你和約會 每次 哪有 我快要走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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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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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高興 你 我 不 不 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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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 我 我 不 你 我 我是 一 我 正 我 你 我 今 拿 我 我 晚上 我 我 胡 好 晚上,8時 Inner餐 我後來吃了,up,我吃完 我生辮子不臉 我認識了 那就在這裡 正解 我沒有了 我們喜歡這場 我們喜歡過、過壳 好,寶貝 好,我點了 你王子 你懂這樣 余祥 好 我們有 Shaun很好的了,我們很好的,他們非常棒的 他們很喜歡其他人 阿祝佛,大家都很愛其他人 那也喜歡其他人 他們給了我生活 我也想住在這裡 我們會見你們,我們也會來這裡 不希望神濟,奸祭你 不希望你受訴 你為什麼這樣說 我也是很保重 我也是很保重 我也是在冒险 我以前的一些 我也是在冒险 有什么子吗 有美女的孩子吗 神经病 神经病 你帮忙 你非常棒 你都很高兴 你也很高兴 我她不冒 suf 她不冒恨 但她不冒恨 不冒恨 所有的美好 大家看到了没有 你们现在可能一头雾水 真的是刚才一个巧合就撞着这老太太了 但是就这几分钟的谈话你们应该就明白 乌克兰人是多么的好酒 刚才老太太喝的已经特别多了 而且刚才那姑娘是她的亲孙女 也喝大了 你知道吗 满嘴酒气 真受不了 国家的衰败堕落呀 政府是肯定占主要责任的 但是老百姓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没办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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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恐怖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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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太太 诶 算了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 比头的东西应该还凑合吧 但是口语肯定不行 你看我俄语口语还可以吧 让我去俄语考级 我不见得能考多少分 你知道吗 你要说听力口语肯定没问题 比头的我真不行 你看老太太虽然她喝多了 她没有什么恶意 反正对我还行 这一身酒味熏锁了我跟你说刚才 我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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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行了 上来了 别着 我已经有 那几个钥匙你不用 两个多星期已经不喝酒了 想喝一点点 就是节夜馋 但是呢 我就答应我媳妇了 是吧 哎 最后一次喝呢 还是跟我一个那个 来自北京的东北哥们儿啊 非常好 然后 帮我一个很大的忙啊 阿峰 峰哥 哈哈 听我的啊 一二三 开始 看谁第一啊 哎哟小马真厉害 好 小马第一 越来第二 妈妈第三 我天哪 大家有没有很吃惊啊 其实呢 这就是乌克兰 这就是斯拉夫民族 不是说的不好 他这个饮酒的习惯呢 是根深蒂固的 不光是乌克兰 整个斯拉夫民族啊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都是喝酒喝的非常厉害的 尤其是俄罗斯 嗯 真好 宝贝 俄罗斯人喝的最厉害的 乌克兰人紧接其后 然后 然后铜牌呢 就是白俄罗斯 哎 就是这样 呃 啊 随着天气变暖呢 每天晚上在这些 长椅上呢 都会有很多人 在喝酒联欢啊 你要看到他们 开始唱歌跳舞了 那就是到一定境界了啊 如果说你要看这几个人 已经喝的躺地了 那就是最终级别了啊 那就已经成仙了 哎 干什么呢 这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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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我是已经习惯了 但是对大家来讲呢 我估计大家一时半会 还理解不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 嗜酒如命啊 其实这是他们一个生活的习惯 妈 小晚上你想说什么 我估计 啊 啊 对 这个垃圾要扔到垃圾桶里边 没错 没错 小晚上你真棒 真棒 小晚上你告诉叔叔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几岁了 我估计师父 嘿嘿嘿嘿 今天我媳妇不考试去了吗 然后我这一天就在家看孩子 然后这一天呢 反正就是小别的就是没闲着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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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五行怎么这样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东西就是文化当地 你知道吧 酒鬼那中国也有 只不过没这么普及 它但是真的是 可以这么说啊 就我们这楼啊 九层楼啊 这每一层里 每一层里 至少一家酒鬼 至少一家酒鬼 而且这每一栋里啊 至少有两三个是吸毒的 这是肯定的 真的 就是这样 一点都不在夸张的 真的是一点都不在夸张的啊 我作为一个老基辅呢 就是怎么说呢 见多了 也就习惯了 就这样 开始刚来的时候挺 还是挺犯触的 其实 因为这个思想里 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就没有概念 什么是酒鬼 什么是吸毒的 没见过 但是呢 到这边一来呢 你看我们这边 一到夏天你就看这个椅子上 全是喝酒的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呢 他们也就是自娱自乐 知道吧 他们基本上不会去找麻烦 但是啊 三两成群那些很低级的酒鬼啊 他们可能会去找事 找你麻烦 但是很少很少 如果说大家呢 刚来基辅没有什么经验 晚上呢 尽量也少出来 还是不像我 我是已经有经验了 习惯了 知道吧 我百度不信 练过的 会武功 开玩笑 反正大家注意安全 就这样啊 咱们回头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谢谢支持 拜拜 拜拜